2012年中秋节之后 我们夫妻两个人 带着孩子一起去探望因缘生路事 老师带我们去来佛寺参拜育身菩萨 结果在寺院遇到南洋油田的两位居士 洛阳的一位居士 驻马店的两位居士 江苏一位居士 和陕西的一位居士 当时寺院还未出名 很少有人去 印字法师说 我们从好几个地方聚集在来佛寺 也不知道是多少生多少劫的缘分 所以我提议大家 在一起打个佛七好不好 大家一致赞赐 有一天晚饭之前 老和尚在这里砍一个树根 我们一群人就围住老和尚 请老和尚开试 就是因缘生老师在海会圣言里面写到的那一段 我看到老和尚的手被拆损了 蹲下身就对老和尚说 你不要再劈了 你看手都流血了 老和尚抬起手来 看了一下 轻轻地说了一句 就是爹那么对 你怕什么呢 引到大家控堂大笑 引山师傅来请老和尚吃饭 老和尚说 先放在那里 放冻一下 我将它砍开了 再去吃 引山师傅 抢了老和尚手里面的工具 就说 师傅 你去吃 我来砍 接着 就将斧头 砍在树根上面 用锤 砍 砍那个斧头 老和尚说 慢点 慢点 不要将斧头砍坏 说话一说完 斧头病真的被砍断了 老和尚一点都没有埋怨 引山师傅 站起来笑着招呼我们说 走吧 我们去吃饭 罚七圆满之后 我们一家三口并没有马上离开 打算在寺院住一段时间 想不到 这一住就令到我们有幸见证了 研公老和尚最后的一百日 我儿子那年五岁 非常之樊皮 我们去念佛的时候 老和尚就在寺房里面面穿二米珠子 一边就替我们照顾小孩子 经常是老和尚很不容易才穿起了一串 就被那些小孩一手杀在地上 滚到整地都是 老和尚一点都不生气 一粒粒地扯起来 重新再穿 在老和尚往生前没多久 他静静地把堆在通往塔苑路上的粟米粘 一粒粒地搬去塔苑的长角 印字师傅看到之后 就说 不会阻止 劝他老人家不要搬 老和尚就不听 印字法师只好叫大家一起去搬 搞了两天才总算搬完了 老和尚又将路上打掃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当时就不明白 因为老和尚只是做些无用的事 老和尚往生之后 当我们将他的法体抬去塔苑的时候 我才仿然大悟 原来老和尚是在为自己开路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日 我去塔苑请老和尚吃午饭 看到他正在将那些院长边 一堆断了的砖 一块一块地搬到自己的塔边 而且整齐地摆放起来 老和尚看到我 就对我说 快点帮我将砖头搬来摆好 我们两个人 在搬砖的过程中 印字师傅派人来好几次 请老人家吃饭 老人家都没答应 我当时还在想 老和尚原本不是这样的挖脾气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等老和尚往生之后 印字法师买砖头和老和尚封塔 这个时候大家才顿时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 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意浪费 把这些断了的砖搬到塔边 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 老和尚往生前一日傍晚 我们几个居士和印字法师 一起在《广经堂》听老法师说 大经解演义的光碟 听到老和尚在自己的疗房里面 敲着忍庆念佛 平时这个时候 他老人家就是在疗房上香 拜佛 敲忍庆念佛 但是时间都很短 而那天敲的时间 就远远超过平时 好几倍的时间 我还对身边的吴居士说 老和尚今天 为什么一直在敲忍庆念佛 是不是有些异常 吴居士也说 是呀 不过 还是没有放在心上 晚上吃完饭之后 老和尚跟平常一样 很早就休息 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致院常驻的一位老菩萨 起身去厕所 看到老和尚疗房的电灯 已经亮着了 等我们做完早课 去叫老和尚吃饭的时候 发现老和尚 躺在床上 所有衣物都整理得 整整有条 而老和尚平时 是绝对不睡懒觉 衣物也是从来都不接的 印山师叫了很多声 都听不到老和尚回应 等到走近去看的时候 才发现老和尚已经往生了 因为老和尚的辩门 已经拿到了厕所 所以可以断定老和尚 应该在起床 做完早课之后 又睡上床 我一定要以老和尚为榜 将生死大事 压在长中 并在身前 因缘生案 和两盒挨处 和两盒挨处条 等奴居士返寺院时 带给老和尚用 奴居士临走时 问我什么时候去看老和尚 我随口说 这两盒挨处条 差不多一天用一条 能够用二十日挂 等用完的时候 我就去看老和尚了 纳月初六凌晨 我正在起床 奴居士打电话给我 说 老师你过来啦 老和尚走了 这个令我始料不及 正准备去探望他老人家 我还以为是奴居士 没有将说话讲清楚 就仍然抱有希望 这样问了一句 你说老和尚去了哪里 奴居士说 老和尚往生走了 我即时一若而起 以权随空 泪如全涌 论语理人篇第二十一章 子若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章而起 一章而句 夫子提醒我们 对于自己父母的年龄 做子女的不能够不知道 因为人生苦短 子女成人自立之后 父母亦逐渐衰老 尽孝时日已经无多了 之所以之之而起 是起在相亲高寿 子女由可承宽失下 之所以之之而聚 是聚在父母年岁越高 在世之日越小 心据只欲养而亲不待的 不测自幽 所以奉事相亲 需要更加谨慎 没学再度惭愧 倾尽三江五湖水 难洗今日门面修 老居士为人厚道 没学坚信他的说话 诚实无虚 如他所说 延宫往生前几日的种种 非常举动 足证老人家 已经是愚之归奇 南洋六方佛堂的 燕城本老居士 曾经对延宫讲起 你老人家往生的时候 我们去同你助念 老和尚说 要人助念 那就是不相信佛 他走不了 我到时候不用人助念 我自己就走了 可见老人家早已是 成足在空 生死自在了 罗念音状元 省世诗一首 今负于此 欢声欢怀过几年 人生人死住生前 随高随低随时过 或短或长莫愿献 家父家贫忧叹息 自无自有种游天 平生衣食随缘好 才得清闲便是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